美国联邦官员近日宣布,2023年5月3日,美国国内旅行将正式取用真实身份证件Real ID通关登机,呼吁还没有实体身份证件的民众尽快申请。 Real ID的标志是右上角的小星星,各州略有不同。由于新冠疫情,原本定在2020年10月生效的法案被延期两次,分别延至去年10月和明年5月3日。 至此,任何乘坐、国内航班、探访军事基地或其他联邦机构的人都将需要一个像Real ID一样的联邦证件。 获取Real ID的过程也比以往都更便捷。在到访DMV办事处完成办理之前,民众可以在网上申请Real ID并上传文件。 每个州的DMV官网上都会有告诉大家需要准备什么文件,申请人请自行核对本周要求文件。 以加州为例,加州DMV网站上有一个checklist,可以直接勾选自己的文件,包括一份身份证明,两份地址证明。 扫描上传电子版后,预约到访DMV办公室提交证明材料的原件和照相。民众可以通过升级现有驾照和更换驾照时同步申请Real ID。 5月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将暂时取消特朗普执政时期对乌克兰施加的钢铁关税,以帮助乌克兰恢复其经济,并在俄乌局势中继续向其表示支持。 根据国际贸易管理局的数据,乌克兰是全球主要的钢铁出口国。 同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该法可免除美国总统出借或出租军事装备给乌克兰和其他东欧盟邦时,必须符合的特定要求,如租借以5年为期。 而就在上周五,拜登又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价值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火炮弹药和雷达。 拜登在一份关于向美国国会提出的330亿美元巨额预算要求的声明中说,国会必须迅速发放所需资金,以加强乌克兰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实力。 洛杉矶市市长贾西提5月10日宣布,洛市将从6月1日开始实施夏季限水令。 每周庭院草地和花园浇水需限制在两次以下,而且将以住家所在的地址选择日期。 周一和周五基数住家浇水,周四和周日偶数住家浇水。 每个洒水器浇水时间限制为8分钟。 带有洁水喷嘴的洒水器每次将被限制为15分钟。 所有的浇水都必须在傍晚或清晨进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之间不允许在户外浇水。 洛市还敦促有泳池的居民使用游泳池盖减少蒸发,便呼吁不要自己洗车。 洛杉矶市正在增加人手巡逻,以确保限水令顺利执行。 5月10日,韩国青瓦台时隔74年首次向公众全面开放,意味着韩国总统府自青瓦台时代走向龙身时代。 当天,青瓦台正门外举行了以我们的承诺为主题的庆祝表演。 包括老年人、残障人士、青少年、儿童、外国人在内的74名国民代表, 与此前通过网络完成预约与抽签的首批参观民众陆续进入青瓦台。 开放现场还以实施直播形式出现在当天举行的韩国新任总统尹希悦的就职典礼上。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及部分地区5月9日发生冲突后,造成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在内的5人死亡,约200人受伤。 斯里兰卡总理马辛达·拉贾·帕克萨当天宣布辞职。 由于抗议民众要求总统哥塔巴亚·拉贾·帕克萨辞职,抗议和冲突仍在持续。 斯里兰卡国防部10日发布就地枪决令,以平息暴乱。 命令武装部队向任何掠夺公共财产或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开火。 而斯里兰卡警方把在全国实行的宵禁时间再次延长至5月12日早上7时。 苹果公司5月10日宣布将停产Apple Touch,结束了苹果公司在2001年首次退驻Apple时开启的数字音韵时代。 2001年10月23日,苹果公司发布了首款Apple,号称它能将多达1000首CD质量的歌曲放入一个可放口袋的超便携6.5M4设计中。 苹果公司表示,Apple Touch将授完机制。 电影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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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